好 大家好 沿途有芳榮 今天就跟大家见面了 坐在旁边的就是郑怡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郑怡 师傅又来到沿途有芳榮 这一集我想讲讲一些神杂 好啊 我认识就回答一下 师傅 其实春月风家很喜欢讲 天月贵人的一颗星 其实天月贵人的一颗星有什么特性 如果你真是以那个书的字面去解释 天月贵人奉空化吉 即即即即是八字里见空声太多 只要他名大天月贵人 就可以化光空声去的 那这颗星理论上在这个命出现 就是一件好事来的 但是狐狸的角度去看,你的命無端端出現天月貴人 即是說人生你有機會這生人會有一次災劫, 你要逢凶法吉,你為何要逢凶法吉? 因為你有災劫,你就要逢凶法吉, 而這顆星出現的時候,你會沒事, 所以這顆星好還是不好,見仁見智, 所以命大貴人的,好處是說你的生人有甚麼事都逢凶法吉, 不是好處的,就是告訴我人生你小心啊,看路啊 師傅,你有沒有遇過一些人是有四顆貴人性的呢? 即是有齊全的? 都見過有的,四處換貴人那些, 那些命格是高一點少的,無可否認, 你在那個虛中名書那裡都有的, 譬如你甲子幾尾,滿貴人,這些命格都是高一層的, 因為甲毛筋牛羊,你幾尾,你不是甲毛筋天月貴人, 月己暑猴香,你甲子幾尾,就不是挺好的天月貴人, 那這些叫甲比一合,甲比一合就是滿貴人, 那這些命格通常都是比較高一點少的這些, 那它貴人的,亦都可以這樣講咯, 如果你的八字天月貴人不多, 有時候你最好官式坐貴人,最好就是, 那你認識一些朋友啊,或者那些人都慢一點的, 譬如可能一些,即是一些軍政界啊, 或者當官的朋友,你認識很多這些朋友就會, 那這些事實真的,這些事實, 有難有無難,最特別就是,女性的命, 那如果她的八字,地址太多天月貴人, 那虎人就相反了,就認為這些命就不好, 那為什麼呢,原來她說,如果女性的命, 地址太多天月貴人會遇到的時候, 那女性太多貴人會怎樣呢, 即是這個人貴人,那個人貴人, 你知道,男性都好識的嘛, 快來幫你,沒有回報的,真是, 所以她認為女性太多天月貴人, 只是可能就是最後一類不一樣的, 即是天月貴爺, 對,變成天月貴爺, 其實天月桂人是有一個好處的 有馬廣告的 我這本書有兩個天月桂人命例的 第一個就是說那個小朋友要出生 現在科技進步 照超聲波就驗到身體有問題 一出生就做大手術 媽媽就找我們去摘日子 希望虹虹髮吉 加林港武智平安 當然我是拿了一個天月桂人士給他的 好運氣 天亮 最終來說是武智平安 小文一現在都很健康 沒辦法的 你這麼小做過手術的 始終大廈大廈都是體力 那些人都會差一點點 因為你有病 我們就帶林港武智平安 到現在七八歲都沒問題的 還有一個正常的小文一模一樣的 只是說我去跑步 人家跑一百米 你可能跑五十米才已經跑不動了 這樣 劇烈運做得差一點 明白 這些 另外呢 有些個案子 我的朋友犯官非 犯了官非之後 那年剛剛天月桂人入命 我那時候批他一定沒事的 那已經被抓了 已經 幸好真的遇到貴人了 幫他走走走走走走 最終查清楚了 無關他事 沒有罪釋放 所以天月桂人這顆星 在生命那裡來說 那個作用真的很大 真的很大 有事的時候 只不過那些書去寫 就不會寫得那麼仔細的 是 所以我覺得 古人寫的書 總是寫不寫的 真的寫不寫的 真的寫不寫的 兩件事也是這樣 愈來天月桂人出現的時候 你是要看路的 我來 明白 這樣 所以 有難有不難都很難說的 始終有也沒有的 人生無竟法吉祥也有也沒有的 是 最好八字就 四處平平和和 又不太新強 又不太新的 那這些命 一身人沒有什麼 是 這些 知道 這些 多謝師傅解答 我們下次再談 好 拜拜